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主持人图画 2024年5月12日是第16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 各个会应急 如今我们进入了全国的普遍的讯期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到底是如何 治防地质灾害的 2024年4月开始 广东等大部分地区突降暴雨到大暴雨 局地特大暴雨 让每年五六月份的讯期 比往年提前到来 4月 广东省平均降雨量497.4毫米 是历史同期2.8倍多 暴雨浸润了近一个月的山体 造成多处险情 4月底 无江区江湾镇 发生多处山体滑坡 5月2日 广东国道G205县 白渡镇越一路段 发生山体滑坡 广东全省已经累计转移群众 11万人紧急安置 2.58万人 如今 华南西南等地相继进入汛期 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随之而来 为我们的防灾减灾 带来极大的挑战 如何科学面对突发性极强的地质灾害 又该如何避险 我们看到近期广东的地质灾害 是和暴雨紧密相关的 是不是暴雨出现就一定意味着 后面就会伴随一些地质灾害呢 大家从新闻上也看到 自从4月6号以来 广东 广西 湖南 江西 发生了强降雨过程 到现在从气象部门反映的 这个数据来看呢 比如广东这块 低强降雨已经达到了 600到1000多毫米 这个降雨量呢 应该来讲是超过了 当地的一个历史上的极值 那咱们北京对照来看呢 北京平均年降雨量是600多毫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一段时间它的累积降雨量 已经超过了北京的这样一个 全年的降雨量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 确确实实这个降雨过程 已经是超出了往年的一个预期 所以造成了大量的人员的伤亡 应该说地质灾害与降雨的关系是比较大的 还有一个就是与地区有关系 你比如说在平原区 它降雨 即便是暴雨 它也不会引发这个崩塌滑坡离石油这个 那么一般在山区 只要有强降雨 应该说都会诱发崩塌滑坡离石油 这三类灾害 特别是强降雨 长时间的降雨 但是有时候这个还是有滞后性 一般说就是降雨以后 两三天 已是地质灾害就是高发的时期 就是这一段时间也要加强排查 还是要一起关注这个风险 这是已是有案例的 我记得在2007年的时候 已是7月份 我们达州市的一个达县 一个清零乡 就是延门村 它是前一段时间降雨 前段时间降雨 就是持续降雨 过了一两天以后 一个村十个社 一千八百多人 这个很大的一个滑坡 三千多万房一个滑坡 但是因为就是当地的 这个巡舍悬防员 他也是很警惕 不过是降雨的时候巡查 降雨以后他一巡查 他就发现有变性 所以提前就组织这五百多户人 一千八百多人撤离了 撤离以后不多久 这个滑坡就发生了 整个滑坡上的房子全都垮了 这个所以说 我们还是要高度地重视 就是说灾害的滞后效果 降雨之后 降雨之后 降雨之后两三天 对 以四个高发期 所以我们要千万牢记 雨过天晴 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 对 因为可能危险还没有远离 还在我们的身边 对 好 对对对 那我们说在这其中 人类的活动 也会跟地的灾害的发生 有一些关联吗 我们一般说人类的活动 它有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耕种 在山区的耕种 比如说你的山区 就是那个浇灌水 这个都会对地质 这个造成影响 第二个方面就是 你开挖 爆破 修路等等 这些对地质环境的绕动 还是已会诱发地质灾害 我们这些年 应该是全国的差弱 都有这么一个趋势 就是再建工程领域 这个地质灾害 应该伤亡的 有抬头的趋势 米湿流包括滑坡 它们是怎样形成的 有哪些区别 有哪些相同点 以泥石流伪力 如果是在我们高山峡谷区 往往是有一个沟谷 沟谷有一个足够的 一个汇水面积 这就是我们一个陡峭的地形 另外这个陡峭地形 从高处到低处 有足够的坡降 第二就是在我的沟道 圆区和两侧 一定存在大量的 这种松散的物质 在这两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 如果一旦发生 这个墙降雨过程 这里边墙降雨 当然是可能是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雨墙比较大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长期的降雨过程 这个也会造成 这个有足够的激发的水源 所以说在地形地貌 和松散的物源 以及这个激发的水源条件下 就会造成泥石流的发生 滑坡会有些区别是不是 主要的一个优优因素 还是降雨 持续的降雨 或者说短时的 比较大的降雨 它就 就是这个稳定性 就明显要降低 要有一个地形波动 前面有一个领空的条件 它前面就是说 它能滑得出来 可能一个地方的地的灾害 会同时伴随了泥石流 和滑坡一起出现 会这样吗 会的 会的 这个会的 特别在山区 我们西南山区 特别是降雨条件 有滑坡也有泥石流 这个是基本上是半生的 是 是半生的 所以我们也很好奇 都是这个地质灾害 但是灾害内部 还会继续细分 不同的类型 不同的灾害等级吗 大家 讲的最多的 还是一些突发性地质灾害 比如说滑坡 崩塌 泥石流 这就是大家经常碰到的 也是我们防范难度最大的 常规的就是突发灾害 当然还有一些 缓变性的地面沉降 包括其他类型的灾害 这也是我们防范的一种 灾害类型 但是核心的 平常大众更加关注的 还是突发的 不用它滑坡溺石流 作为防治的一个重点 它具有爆发很突然的特点 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吗 这地质害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隐蔽现象 我们常说就是有几高 比如说你高位的 人上不去 不容易发现 还有高陡的 人上不去 你不好发现 还有高隐蔽性的 比如说植卫比较好的 在我们西南山区 植卫比较好的 那么它这个隐蔽性比较强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突发性 刚才一说了 第三个方面还有一点 就是动态性 就是它这个地质环境 受内外动力的影响 它是在不停地变化的 第二个方面来 它这个还有一些人类 工程活动的绕动 它这个方面 也会就是诱发地质之害 所以说它不去地变 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 在哪个部位 它会发生什么样的 这个灾害 对于我们的预防 和后面的治理来讲 都是非常难产 非常头疼的事情 我们看到一些灾害预警 会有一些预警信息 有不同颜色的区分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地质灾害 应该根据它的危害性 就是我们分为四类 红 橙 黄 蓝 达到一定级别 会启动一定程度的 一个对策响应过程 这样自然资源部门 应该有一个系统的 防治对策建议 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蓝色预警 它表示的是什么 灾害肯定它有 它的一个突然性 隐蔽性 包括动态性 蓝色应该是 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 就是存在 有可能发生 但是危害程度 不是很大 活动性不是很强 这是一个提醒 这是蓝色预警 提醒为主 再往上一级别呢 再往上就是黄色 黄色它的响应级别 可能比我蓝色要高一些 黄色预警的时候 可能要有提高 一个警戒的等级 也不会采取过多的 这样一个处置措施 是 再往上呢 可能就是 这个橙色跟红色 会采取相应的 响应措施了 你比如说 橙色以上呢 可能这重点区啊 可能就要 做好撤离的准备 到红色呢 可能就必须提前撤离 这样才能做到我们灾害的 一个提前的防范 是 我们谈到地质灾害 给我们的破坏性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帮助我们来理解一下吗 这块我印象中啊 就是我们全国地质灾害 赛策的啊 目前在库的应该是 27万多处 这块威胁的总人数呢 应该有一千多万人 财产应该是 七千多个亿 这是一个总体量级 当然这是我们全国层面 典型的一个 最严重的这个灾害事件呢 我想应该可以算是 2010年的8月7号8号 甘肃州区特大山洪尼石流 在这个过程呢 因为是当天晚上啊 一小时的一降雨量 达到了97毫米左右 也超过了当地的历史的极值 这样造成了1456人死亡 309人失踪这样一个惨剧 这是一个最严重的一个事件 是 我们听到这些数字背后 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以及一个一个家庭 他们的破碎 就目前来看啊 我国地的灾害最严重的地区 应该是哪个地区 应该说我们四川 肯定是最严重的 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四川呢 您都知道 这个复原面积比较大 接近50万平方公里 人口比较多 8千多万人 就是长州人口 大部分的人口都住在山区 而且我们四川 它刚好是在青藏高原的东南园 就是到这个长江中下 有这个过渡地带 所以这个地方啊 就是它的高差比较大 最高的地方有七千多海拔 最低的地方有两百多 就地形高的特别大 这个我们大江大河比较多 就是明江啊 大豆河啊 这个很多的 嘉林江 金沙江等等这些 我刚好也说我们人类工程活动 比较多的地方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地震也比较多 我们统计了一下 从512到现在 差不多就十多年的时间 6级以上的地震 就超过10次 再一个就是让我们降雨比较多 我们年均降雨量 差不多1000毫米左右 但是这些降雨 它不是分配在每一个月的 它主要是在我们的七八九月 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以其突发性的猛烈著称 却并不是毫无征兆 地面的骨障 隆起或者坡脚的凹陷 都在预示着 涂体内部硬粒的变化 植被界的警示 同样不容忽视 树木 草丛等植物 出现倾斜 折断 或根部裸露 都预示着 可能会即将发生怀疑 声音有时候 也能给出关键的线索 岩石间的摩擦声 断裂的琵琶响动 乃至地下深处隐约传来的 沉闷雷鸣 火爆裂声响 皆为自然界的预警信号 这一系列先兆现象 发展演化 或许仅在短短数分钟之内 而正是这宝贵的几分钟 构成了预警 与避险逃生的 关键窗口期 所以面对这样的地质灾害 很多人就会好奇的 说我们不能够提前 做一些预警 让我们去做一些预防 减少损害吗 目前呢 就是自然资源部门 确实在这个隐患识别方面 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我想最有成效的一点呢 就是这个综合摇杆识别工作 这项工作应该是 从2020年之后 就开展了 部署了 应该是在从国家层面 各省层面 从部署到现在 已经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首先呢 就是由国家层面 对这个全国高中一发区 采用这个多元摇杆的手段 把灾害识别出来 这就是找到 就是这个灾害点在那里 就是有明显变形的地方 作为我们这个 核查的一个靶区吧 然后呢 把我们核查的结果 下发到各省 然后开展地面调查 这样的话 通过这个影像对比 结合地面调查 或是补充一些 必要的勘探工作呢 就是这样就能够找到 变形比较大的 危险性比较大的隐患点 这就一个隐患识别的过程 我想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是针对已经识别出来的 我们可以采取 后期的这个处置措施 包括对一些典型的 大型的呀 或一些规模大的 可能采取一些治理措施 然后对一些治理难度大呀 或是其他一些因素 限制的话呢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监测工作 现在有了一些新技术 可以帮助我们在源头 在预测时做一些更好的工作 不管是花坡 这个离石流也好 等等这些 它的发生 它总有它的一些激励的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专业的监测手段去监测 比如说花坡 我们一般关注它的变形 我们就是那个变形监测仪器 这一块是可以的 比如它一般与降雨 因素比较 关系比较大 我们可以设计雨量监测站 监测降雨 还有监测的刺身 比如说那个离石流来 它有生 要引发一些刺身波 可以通过这些监测 来提高我们的这个预警的进度 这是一台用于滑坡 监测滑坡的监测仪 叫裂缝剂 我们一般把它安装于滑坡 亦于发生滑动的地方 这个套管里面是一根钢丝 当这个地方发生滑动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套管 我给它设定滑动10厘米的话 当这个它的值超过了10厘米 就会发出预警信息 给相应的防灾证人 同时也在我们灾害点 现场的预警广播 也会同步响起提醒 受威胁群众转移避浪 从2019年开始吧 全国已经逐步开始了 这个大面积普世镜的监测工作 到目前为止吧 应该我们已经基本上 覆盖了这个 威胁比较大的隐患点 监测的数量 已经达到5.5万处 到2024年年底 应该是达到6.5万处 这么一个概念 基本上能把我们 在测的隐患点 能够实现这个 全部在线监测 我想这是监测工作的一个情况 在我们的阿坝州的一个黑水县 这个点呢 当时它是威胁的是一个 我们一个国道 那么这个国道 它是在施工 我们发现了 这个地方有变形 那么就移交给了 我们的公路部门 他们就组织这个 人员去核实 然后就落实了一些 监测的手段 和监测的人 在2021年的 这个9月30号 他们上午这个 监测员去巡查的时候 就发现有吊块 吊块呀 他马上就把这个 交通就管制了 就把这个车辆就管制了 当时在施工的 有28个人 他立马就把这28个人 就组织撤离到安全地带 刚撤离不久 这个工坛就下来了 满山都是这个滚尸 但是应该说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一个案例 2022年7月12日至14日 连续三日的暴雨 使得广源市青川县 查坝乡降雨量 达512.9毫米 倒塌的房屋 被冲刷后的道路 只是泥石流过境后 留下的痕迹 严重的地质灾害 使电力通信设施 统统中断 给当地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 约1100万元 潜在经济损失 约6500万元 当天晚上下雨 第二天天亮了 所以我们回来买一枝 当时晚上看不到 第二天过来 我们有啥子都没得了 一双筷子都没得了 幸运的是 早在2019年前 广源市政府 与气象等相关部门系统 建立了地质灾害预警系统 在7月13日晚 发出地灾橙色预警信号 最早的时候 是我们那边 一个干活的一个住地的人 最早他发现了 他就告诉我了 告诉我以后 我就上去 扛了山边有点 然后我就给大家说 如果下雨 大家都要注意 在发生警示的前一天 不是有气象台发的 还是有雨机嘛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 就把那些发到群里 然后晚上大雨就来了 茶坝乡人民政府 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 在雨中进行 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 于7月13日22时左右 组织林沟靠崖地区群众 转移避险安置 7月14日凌晨3040分左右 此处发生泥石流灾害 由于巡查预警到位 提前转移地账26户70人 避免人员伤亡 6户18人 从灾害的这个监测设备 发现危险到发出预警 到我们一般群众 接到这个预警的通知和信号 大概这个过程有多久 够我们逃跑吗 如果我的监测设备 发现了这个数据的异常 然后发出预警了 因为我们的监测数据是实时的 这块可能另外一个层子 就是有一个现场 它有相应的一个预警的广播 一个预警喇叭 有一个声光暴警器 它通过我们一个预警一直 超过预知之后 它这个声光暴警器 现场就直接就会发生预警 这老百姓能看到 这是一个手段 我们在2021年 这个7月份的时候 我们梁山州的墓里县 它这个已是伯特尼斯的沟 它就是在沟的上有 安装了这个雨量的检测设备 当时我记得当时是 应该是下午的时候 下午大概是5点40多的时候 就是沟上游降 但沟下面还没降 下面还没降 那么就是降雨 暴雨以后两分钟以后 这个监测设备 监测到就发了预警 这个预警就是监测人员 和老百姓都收到了 在沟口的那个喇叭 预警喇叭就响了 监测出来赶快组织撤离 就是有这个一千多人撤 撤离以后大概就是20多分钟后 就把人都撤离完了 按预员全部撤离完了 过后就几分钟的时间 刚撤离完几分钟时 一时就下来了 就是20多分的房子 但是就是因为是成功的撤离 然后就是避免了这个人员的伤 另外一个手段呢 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信息 可能有这个短信 然后发到这个群方圆这块 当然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多长时间 我想这可取决于这个 我这个监测设备的 这个安装的位置 和这个到达这个人口的 这个聚居的地方的一个距离 其实呢从目前从技术上来讲 只要达到了我这个降雨的预知 或者是裂缝变形的预知 每个点都有群组群方圆 把这个数据能实时的 不同的这个渠道吧 发生到它的手里 它会提前接受到相应的 这个转移的信息 真正发生灾害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群组群方圆 是非常负责任的 然后呢挨家挨户 通过敲锣呀等等 包括吹口哨啊 传达到每个受威胁对象 让大家能够及时做到这个撤离 这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手段 就是其实谈到任何一种预警 它可能一个天然的矛盾 就是两个字准确 你的预测预警是不是准确的 这个是很多老百姓 非常关心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确实也在做一些 比如说我们在区域上这个预警 我们是通过我们对地质环境的调查 包括我们的降雨的这个建的一些模型 我们大概统计一下在我们四川 在区域上的这个预警的这个精度 从以前我们两千年左右 差不多百分之十几 到现在也可以达到百分之三十多 那么从单点预警 那么在基于人房的这个全覆盖的基础上 我们统计来一下就2020年以来吧 我们就是按照这些点 差不多就是有一百多起成功预警 差不多覆盖八千多人 但是这一块确实是 每一个点它的情况都不一样 没办法用一个模型来来看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成功预警 预报工作方面呢 我想应该是在这个群职群伐 人房加计房这个相结合的条件下 以2023年我们拿到的统计数据来看呢 2023年的全年这个全国成功预报 这个427起 这个避免可能人员伤亡五千多人 避免这个财产损失 直接经济损失是五个多亿 我想这块呢应该是说 在这个监测预警工作 虽然有很大的客观条件 限制了我们的预警精度啊 是吧预警难度 但是经过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呢 应该还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 当然是针对刚才存在的这种条件恶劣 预警预直 而包括这个研发 可能还有一些滞后 包括基地研究呢还不清楚 在这条件下呢 我们也争战在开展 普通人面对灾害的话 我们要做哪些配合工作 能够减少灾害给我们的损失和损害呢 我想呢还是分两个层次 第一呢可能还是要学习到地质灾害的一些 基本的常识 基本的知识 比如说灾害的概念 我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滑坡 崩塌 泥石流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认识 然后呢要掌握一些防灾减灾 基本的避险的知识 就是你灾害来了怎么办 一定是提前有一个这样一个知识的储备 我想这就是讲的这个防灾自救的能力 而且这是一个前提 而且我觉得这个工作呢 包括这个阶段 也是我们能不能取得这个防灾减灾 显著成效的一个关键的一步 这就是大众的参与 防灾自救能力的提升 这是第一 2012年6月份的时候 我们在梁山泽的泥南县 中文字幕提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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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来面临大假 包括暑假这些 那么就是一时旅游的 这个黄金季景 那么到山区旅游 它也确实是 就是面临说灾害的风险 那么我们作为游客 就是外地人的话 那么你首先是要关注 当地的天气预报 特别是你要问 目的地的天气预报 要时刻关注 因为在熏期在夏天 它这个气候的变化 是很平凡的 它这个预警 它是会不断地更新的 所以要持续地关注 那么趋势又大雨 又暴雨 那么就是建议可以缓一下 第二个方面 就是要关注 当地的灾害预警 我们关注的区别很多 你可以通过电视 网络 还有这个网站 短信 很多的方式 你都可以获得 这个预警的信息 第三个方面 就是如果你要住 包括要行 那么就是要尽量地 就是避免在那些 低洼的地带 零河的地带 陡崖的下面 这些地方 往往就是在 很容易发生的地方 我觉得补充一点 各个游客 在你选择这个营地 包括选择住宿的时候 可能还要避开 比如说我这个 是不是有切坡的地方 有的地方切坡 可能建了农家乐 是不是有切坡 建了这个停车场 等等这个 这个地方也要 要格外地注意一下 会造成一个 潜在的一个风险吧 所以这块 可能要格外注意一下 所以呢 再重复一下 我们的主题 那就是人人讲安全 各个会应急 谢谢二位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下期 透视新科技 与您不见不散 再见